哇 那 陳先生 陳先生 31歲了 如果你要 快了快了 你要結婚的話不會 不告訴媽媽吧 不會啦 不會 我們家很傳統 你有權利喔 一定會讓爸媽先看過 很傳統 真的嗎 對 一定會 因為他每次 我常常看他雜誌在嘴巴都講說 找的女朋友 第一一定要孝順 這一點我就很放心 然後他又貼心 他有貼心 你們就順其自然也不給他壓力啊 那他有沒有帶過女朋友回來給你們看呢 媽媽沒有 有啦 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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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又想講有 又想 講了有不就是被爆掉了嗎 對不對 媽媽就 對啊 你講 講那個國外的 對啊 媽媽都過學生 都過學生 你不是要去上個座所嗎 你去上個座所要嗎 媽媽 還沒回好咖一下 我先跟我媽媽回一下 而且 陳茵茹妳很好笑耶 我們都沒有問 妳自己也講 講國外的好了 國內的不要講 那不要講國內的 妳這樣太好了 因為我有那個中韓交流 有 我帶韓國女朋友來台灣 對 那個韓國女生來跟我們家 有交流 對 真的嗎 她認為她爸爸很嚴肅 還聽說要來之家 來我們家之前來探聽說 他們家的禮儀是什麼 我要穿什麼衣服啊 他們是很端莊 要穿端莊一點的來啊 不過在韓國好像這個 要去見婆婆都很害怕的 對不對 對 我因為韓劇看多了 他們真的蠻那種倫理很講究 很講究對不對 對 很講究 她還問說妳媽媽喜歡什麼 對 哇 這樣子的 過去了 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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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了都沒了 回來了就沒了 回來了都沒了 哇 這句話真好 還好 還好 昨天Ray的 記得這一句就好 其他隨便講 好 其他隨便講 好 還有 後來跟妳媽媽聊一下 隨便 隨便 其實她這本書非常有意思 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我女兒也送到國外去念書 有的時候想到其實 她也經歷過很多的辛苦 你在這個裡面 然後呢 也看到其實 有一些介紹的地方 我也有去過 因為那個時候 三個月跑一趟 幾個月跑一趟 真的嗎 那真的眼睛都跑得暴雪這樣 好 這個 送出去 其實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對 真的 但是送出去沒有想到她那樣回來 欸 怎樣 欸 獨立的回來其實獨立 對 真的是滿獨立的 其實滿滿獨立的 但是來小孩一獨立啊 就是獨立 還是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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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嗎 對啊 我發現因為我們節目是 就是每一天都在外面 然後我們 比較少真的有休息時間 然後我發現我每次 只要放假 譬如說放一天 然後剛好媽媽在國內 我那天會生病 因為 因為 給媽媽疼 因為妳知道 媽媽一定會在那邊照顧妳的 對 然後其他事情 我真的不敢生病 對 真的 這樣講媽媽 恐怕一直要留在她旁邊 就很不放心 很不放心 對 其實今天看了這兩本書 其實都覺得 看了兩位媽媽 真的覺得小孩子拉拔大了 可是在眼中還是永遠是小孩 對不對 對 還是不放心 雖然是練瑜伽還是幹嘛 還是不放心的 真的謝謝 謝謝 在今天的節目當中 兩位高高的陳玉如跟Janet 他們兩位要出書了 陪他們一起來的 一位是陳玉如的媽媽 陳媽媽 一位是Janet的媽媽 謝媽媽 他們兩個都高高的 都很會念書 這兩個媽媽從來沒有想掉自己的孩子 我們培養妳 讓妳念好書 一個念到麻省理工 一個得到了經濟碩士 但是不知道孩子心裡都在想些什麼 一個從美國回來去榮種當義工的 怎麼過兩天就變得麻豆了呢 怎麼就去做節目了呢 害得謝爸爸真的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一直要媽媽把她帶回家 陳玉如 跑到溫哥華真的念得不錯 但是怎麼知道 偷偷地回到台灣 兩個月還不告訴媽媽去拍偶像劇 幸好幸好 這兩個孩子都做得不錯 我 Jana在《封台灣》這個節目當中 被大家所肯定 陳玉如在香港飛浪海的演唱會 也受到了爸爸的肯定 今天他們這兩本書都在談旅程 陳玉如告訴你 逆向的旅程 也就是告訴你 你如果要出國留學 要像她一樣 她再幫你們回去一次 告訴你們少吃點苦 怎麼樣可以讓書念得更好 Jana的旅行 其實她是真的愛旅行的一個孩子 她覺得人不一定要跑得很遠 其實就在你家的門口轉個彎 換個心情等於就是旅行 旅行對她來講 工作也是旅行 旅行也是旅行 旅行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常常我們在旅行會認識一些人 但這輩子 我們可能就在那個時刻見到你 留下美好的回憶 這輩子就再也不會見到你 Jana說每一次旅行結束的時候 都是準備下一次旅行的開始 今天非常謝謝兩位可愛的媽媽 兩位可愛的Janet跟陳玉 每一次節目的結束 跟你們說拜拜的時候 也是我們下一次見面的開始囉 謝謝你們 小眼季月 明天見 姐妹 兩位 麻煩